好,去到第三題,就在問什麼是regular polygons 這個詞非常重要,大家記不記得這個詞是為什麼呢? 這個詞其實在說一些polygons要怎樣呢? 就是equilateral的 即是在說你要邊長 即是它一個polygons多邊形 它每條邊的邊長要相等 同樣地它是要equangular的 equangular的話,即是說它是 除了長度之外,它的角全部都要相等 即是邊長相等,內角相等 好了,我們先選一個容易看的 第四,這個正方形 既然旁邊這些全部是相等 而角是相等,正方形也是一個 正方形也是一個polygons 那剩下的三個是不是呢? 看看這個長方形 長方形的話,它兩邊的邊長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polygons 好了,去到這個呢 即是我們叫rumbus 它的角度呢,一隻大一隻小 即是角度是不相等 即是不是equangular 所以都不正確的 至於三角形那裏呢 你要留意這裏呢 其實一個是等腰三角形 其實它不只是等腰的 你想像一下,如果我中間呢 摺一摺的話 其實它左邊的細三角形 和右邊的細三角形都相等的 即是其實這兩隻角都應該相等 如果相等的話,用180度減60度呢 去除2呢,其實每隻角都是60度 那三隻角相等 其實它三條邊都是相等 那這個是一個等,邊三角形來的 那所以呢,這個也是一個regular polygons 所以答案呢,就是1和4 那答案呢,就是a了 那就是這裏呢 如果閉上了兩隻角形 然後呢,我招待了